第818章 无形的威慑 且再吃我一拳 光柱之中一声冷喝声传了出来 又是一道身影追了出来 当即又是恐怖至极的一拳轰落了下来 那拳头上泛着的漫天星光 将整个拳头化成一颗巨大的星辰 几乎要将天空都被轰裂了 砰 那个八星斋掌门没有想到 叶熙文的气息竟然回复得这么快 刚刚对轰过一击 他还在排除叶熙文打过来的全进 叶熙文的下一招 竟然就已经到了 顿时匆忙抵挡 但是这匆忙之间连五分力都提不起来 更如何和叶熙文抗衡 顿时一声暴响 身体犹如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直接横飞了出去 一头撞进了一旁的山脉之中 那八星斋的长老 被叶熙文一拳轰散了护体钢器 顿时皮肤暴露在了胀气之中 几乎是立刻就被腐蚀的面目全非 顿时一阵惨叫 胀气的可怕简直难以想象 就算是超脱镜的肉身 都不敢直接暴露在这些胀气之下 好半天他才堪堪重新支起了护体钢器 但是这个时候全身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了 就算是超脱镜的高手 肉身重生能力超凡 但是想要将这样的伤势都治疗好 要将这些胀气都驱逐出去 也是困难至极 他现在已经是尽气多出气少 这一番折腾 让他差点直接送命 这个时候只能恨恨的盯着叶西文 不敢有什么动作 众人都有些正正的看着叶西文 在天空中 那道霸道绝伦 犹如远古霸王转世的可怕人物 众人心中只剩下了唯一的想法 他比传闻中更加的恐怖了 当初他第一次击败门主级的高手的时候 也是到了最后显显获胜 第二次击杀门主级的时候 也是和八星斋的老掌门交手上百招之后 才将气血衰败的八星斋大长老 打得气血衰败而死 但是现在这才隔了多久 他的进步更加的恐怖了 两拳将八星斋掌门轰成重伤 简直不像是同级别的较量 而是像是超脱镜和半步超脱镜的较量一般 但是在场的绝大多数都是超脱镜的高手 虽然他们的实力都有高有低 但是哪一个是省油的灯都看得出来 叶西文的实力确实很强横 但是也没有强到两招就可以将他轰成重伤的地步 不过是打了一个时间差罢了 他比八星斋掌门更加的强横 恢复的时间更短 趁着八星斋掌门还在恢复的时候 趁机攻了上来 远离很简单 但是他们自问自己都是做不到的 因为对方可是门主级的高手啊 这些门主级的高手几乎已经算得上是超脱镜之中的制强者了 他们的速度可能慢吗 当然不可能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就是叶西文的速度太快了 无论是动作还是回复速度 都是顶尖 才有可能做到这般震撼的效果 叶西文身负天皇再生术和恶魔之义 这两门精是绝学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更多人却是根本顾不上这些 只觉得叶西文太强了 难道又要崛起一个恐怖的高手吗 尤其是真武学府的那些人 更是正正的看着叶西文 其他人听说叶西文还比较晚 不像是他们这般 几乎是很早以前就是看着叶西文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 几乎是看着他跨入了超脱镜 但是却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成长到这样惊人的地步 他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越来越像是一个怪物了 穆圣节有些苦涩的说道 原先还将叶西文当成是对手 但是现在他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个想法了 如果说将黄乌吉当成是追赶的目标 他还有机会的话 那么将叶西文当成目标 他是彻底没什么机会了 不过看了今天叶西文的实力 却也让他彻底放下了心结 虽然他比不过叶西文 但是他还是天才 不过天才也是人 人怎么能和怪物相比呢 穆圣节这番话 竟然得到了在场真武学府诸多首座长老和弟子的一致 认同除了怪物 他们也没有别的词来形容叶西文了 尤其是黄乌吉 叶西文更是给了他多次的惊喜 让他没有想到 叶西文竟然如此的了得 有这样一尊高手坐镇 何愁针武学府不兴盛 现场一片静悄悄的 数百超脱镜的高手都沉默不渝 看着眼前的叶西文 不敢说话 生怕会被当场打死 谁还敢打我真武学府的主意 叶西文目光冷冽 看了一眼众人 随即将重点锁在了三大霸主的高手的身上 在场之中 对真武学府不怀好意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说起来 真正仇视真武学府的 也就这三大霸主了 这三大霸主 严格说起来 都在他手上吃过大亏 以前他还有些忌惮 因为他一个人在墙 也不可能是十几尊 乃是几十尊的超脱镜高手的对手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实力又有突破 真正无惧于群战 况且以星辰巨兽的天赋 本身就不惧于群战 连三大霸主的人都沉默了 叶西文霸绝的气息 简直就像是一只大手 牢牢地将他们的脖梗给抓了起来 让他们简直连呼吸都困难 他们原先嚣张跋扈的气势 也在一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 别说是找叶西文的麻烦了 叶西文不去找他们的麻烦 就已经很好了 他们许多人心中都很是绝望 同样是超脱镜 怎么实力竟然差这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知道 叶西文不过是一百多岁罢了 对于拥有上万年寿命的 超脱镜的高手来说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这样的人未来起码还可以震慑星空数千年 等于就是他们在未来数千年内 可能都要生活在这尊爵士强人的阴影之下了 在他们的心中 叶西文已经种下了无敌的影子 等于就是心中有了破绽 有了枷锁 除非有一天能够杀死叶西文 否则这枷锁是没有办法破去了 叶小兄息怒 这次我们来 乃是为了找到前往荒谷大陆的通道而来的 这个时候内讧 对于我们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这个时候 一声清朗的声音 打破了尴尬而又沉默的环境 却见一个风朗神俊的中年男子飞了过来 看了一眼对峙的双方 笑着开口说道 不得不说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这个中年男子说话 却让人产生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让人很难以讨厌起来 就是就是 现在内讧 折损的都是我们的力量 还是等先闯完这个古战场再说吧 有什么恩怨等到出去再解决 众人纷纷说道 就连内飞星门 天武门和八星斋的诸多高手 也都点点头 这个时候和叶西文硬拼那真是找死 如果被这个疯子 把他们当场全部屠戮了 那他们就真的是哭 都没有地方哭去了 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叶西文之前 将八星斋的筑地连根拔起的事情 已经传入了他们的耳朵 他们不敢不小心 现在面对叶西文的时候 并不占优势 但是反过来 如果在外面的话 他们有大批的道军大军 碾压都能将真武学府 给碾碎了 在这种级别的力量的碰撞面前 超脱镜的力量就不足以能够决定胜负了 不过这念头也仅仅是想想而已 就算是派出大军 将真武学府给毁灭了 但是只要杀不死叶西文 那又有什么用 以叶西文的实力 不断地给他们找麻烦 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要崩溃了 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 叶西文等于就是一个核威慑力量 只要他不死 别人要对付真武学府就要顾计三分 除非得到了他死亡的消息 否则的话 就算是这些霸主级别的势力 也不敢随便动手 除非是他们能够找到能够匹敌叶西文的人 否则的话 这个门盔他们也只能咬着牙答应了下来 见群情汹涌 叶西文也就顺势答应了下来 量这三大势力也不敢随便动手 一个人的力量在面对整个势力的时候 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当这个人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势力都要为之忌惮三分 大家一起动手 轰开这个缺口 根据点击记载 这个缺口之中有一个山洞 山洞最深处 就是通往荒谷大陆的路 一尊超脱境老者说道 他已经活了很长的时间 论实力或许不是最强的 但是要说到见识 却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和他相比 好 没错 我们一起动手 绝对能够轰开这个缺口 一起动手 诸多的高手一起吼道 数百尊的超脱境的高手一起出手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如果放在古战场外面的话 几乎要将整个世界都打得崩裂了 也就是这个规则都断裂扭曲了的古战场 能够容纳的下这样恐怖的攻击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可怕的能量波直冲灵魂 璀璨的神芒直冲天地 像是火山喷发一般 无边无尽的灵气 一瞬间疯狂地澎湃而出 绚烂的光芒像是海啸一般 架杂着无数飞沙走石 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